好 同学们 我们继续前天的课程 前天我们讲到哪了 这个人员管理 账本管理 还有这个类别管理都讲完了吧 对吧 然后这里边有一项呢 我暂时先留到这个类别的统计 等到我们回头讲到统计的时候 统一再讲这一块 这一块暂时先不讲 然后今天我们讲什么呢 今天我们把咱们这个 记录消费 查询消费 就讲了 我们先来 看一下他这个 记录消费是个什么样子 记录消费就是 这里边分别有 咱们先前不是维护了有账本对吧 在这里边有了 然后输入金额 对吧 然后今天咱们会自定义这个 自定义 继承他自定义一个 实现一个这个数字 数字键盘 然后呢 这有一个选择类别 这个类别我们用的是一个自动完成组件 你比如说我在这里边再类别多的时候 我在这里边比如说类别不是有个买菜吗 或者又有购物 我们打个购物吧 比如说打个购 看到没有 他会有一个自动完成的这么一个功能 这个组件给大家用一下 看一下然后就是选择日期选择日期的这个日期组件的使用方法 对吧 然后就是这个就好办了 计算方式 只是咱们这种最后要主要就是靠这个计算方式来区分到底如何计算他这个数据的 然后呢 还有就是选择消费人 你比如说消费人在多个的时候 均分的时候你肯定要选择多个对不对 选择的时候这是应该支持复选的 我们可以看到我这里通过变色标示出来了 对吧 当他是呃 个人自己个人的消费的时候 我们就要 选单个就要弹出来对吧 最后然后就点击保存之后 把这个整个账本呃 整个消费的信息保存下来 保存下来呢 我们在这里边就能查询到 查询到之后在这个列表里边还要有个分组的操作 现在因为只有一条数据咱们看不出来 其实他是要分组的 也就是说 根据日期你知道吧 不同的日期 他的这个条都要合计出来 不同的日期显示这个条下边显示他详细的这个数数量 知道吧 然后比如说供多少比合计消费多少 就是这个功能 好吧 他的整个增山查改 我们今天把这个给完成了 好 呃 这个要完成的功能 完 介绍完了 我们就下面呢 就一步一步来实现他 今天这个代码呢 因为他这个键链 还是有些复杂的 我 我这个代码呢 我还采用粘贴的方式 但是咱们一块一块的来粘 粘一块解释一块 这样的话比较容易便于理解 好吧 呃 首先呢 我先把布局给建起来 那个布局的名字叫什么 我先来看一下 我把名字直接就给复制下来 应该是添加或编辑是吧 咱们又在一个页里边集成了整个的添加和编辑功能 我们在这里边新建一个 好 就是这个人用 新建一个布局 外边呢 我们要把名字粘进来 粘进来之后呢 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我们打开这个布局一点一点来看 这样我们一部分一部分来粘 来分析一下这个界面 首先这个界面 我们大概整体一看应该是主体应该是要分成两部分的吧 对吧 应该是上面这块要填数据的区域和下面的保存和取消 对吧 我们点了之后就是这样一个效果 然后这个布局呢 我们可以看到它是可以上下滚动的 就要用一个那个滚动的那个试图了 对吧 我们先来一点一点的粘 这个里边呢 首先我改一下 把它改成一个相对布局 我们先把它给粘进来 然后下半部分呢 也要把它给改一下 一个相对布局 首先我们分成两块 我们呢 先把这个保存和取消按钮这块给弄过来 这块用了一个什么布局呢 我们来看一下 用的是一个表格布局吧 Table布局吧 对吧 我们把它粘过来 然后再分析 这个Table布局应该很容易理解这几个参数吧 比如说宽度填充啊 高度自适应对吧 然后这个就是 扩充它的 伸展它的第零号列和第一号列 尽量伸展对吧 第零号列 第一号列是哪个呀 很明显是这个吧 对吧 因为在安卓的这个表格布局 这个HTML里边这个表格 你熟悉不熟悉 对 它那里边是有行和列的这个概念 对不对 但是在安卓这个表格布局里边 它是只有行没有列的概念 但是那么它这个列是怎么来的呢 它这个列是根据你这里边 比如说某一某一个布局 你比如说这一个Table Row 你放的是两个空间是吧 你又弄了一行 放了个三个空间 又弄一行 放了四个空间 它的这列 它就会根据你放的空间最多的那一个 自动给你生成 所以说你在这里边是看不到的 但是你通过你这个影视的 你这个往里边放了几个空间 能够大概猜出来 所以说我这里边两个空间的就是两列 所以就是零号锁领和一号锁领 对吧 紧接着下点这个就好理解了 把它放在负的底部 对吧 为处 这样的话它就在下点 所以说这个按钮呢 就是这个样子 我们接着来看一下下一个是该什么 下个我们放了一个滚动条的试图 对吧 因为什么呢 你这个不放滚动条 你这明显这个长度超过的屏幕 对吧 你不放这个滚动条 它往下它就点不上了 也过不去 所以说必须要放一个滚动条的试图才可以 我们把这个滚动条的试图也拳过来 这样的话就是一个滚动条里边又要包含这个另外的布局了 滚动条的使用就是说把你要生成滚动条的那个试图 你给它包起来就可以了 这个空间应该也用过了 然后下边呢 我们在在这里边就可以把它单独的看成是一行一行一行的吧 对吧 所以说在这里边我就用了很多这个相对布局 先是用了一个整体的线性布局 让它让里边的这个小的试图按到这个垂直排列 对吧 把它粘过来 我们再来看一下 是用先用了一个线性布局 让它这里边的所有粘贴的试图都是垂直排列这种状态 然后呢 我们再接着来一行一行的再走 首先第一行我们明显看到就是选择账本这行吧 有一个图标 一个按钮 一个编辑框 对吧 比如说这个焦点是要设成false 不能让这个编辑框获取到这个焦点 为什么呢 你这个账本是选择之后是 是里边选产生的 而不是说让它在里边随便输 所以说要禁止它输入 要不然它给你随便输个 你也匹配不上这个账本 这个呢 就是按钮在布局的最右边 这按钮就是布局在最右边了 然后这个呢 就是很明显就是它的图标了 这个就很简单 我们把这个布局也给复制下来 然后下面下一个呢 这明显是一样的吧 下面这个金额类别都是一样的 我们一定这次给它复制多一点 这是一个 两个 三个 对吧 Ctrl C 然后把它捐进来 我们再来 看一下这个 这个呢 就是 输入金额 对吧 这个跟那个基本上可以一样 但是这里边我们多了一个设置 是一个什么设置呢 我们这个金额必须是一个 对 这个我们在这里边定义了它这个文本框里边 可以输入的这个数值 必须是一个小数 因为它这里边的这个限制 是允许你做一些字符啊 或者什么的这个限制 你可以通过这个做控制 这样的话 你不就省去了一个校验的过程吗 它在输的时候 直接不是这些数 它就没办法往里边输 这个属性挺有用的 可以记一下 另外呢 我们再接着往下走 在这个类别的时候 我们用了一个自 可以在自动完成功能的 Text View 对吧 这个在自动完成功能的Text View呢 就是说 因为它类别有时候在这里边很多嘛 对吧 它选了有时候一旦多起来 选了也比较复杂 它就可以通过在这里边 直接录入一个文字的方式 就可以把它剩下的字符 帮它自动填充主题 你直接一选就可以 这是咱们用了一个自动完成的组件 然后呢 我们继续往下 这个就好理解了 还是一个 这个就是选择消费日期了 选择日期 就是跟前面一样 这个就不详细说了 下面我们干什么了 冰分和选择消费人吗 这就是选择消费类型 这都一样 这应该能了解吗 对吧 就一样 这个就直接粘过来 这个就一定都粘过来 那就基本上就算是 这个布局就完成了 然后保存一下 这里边我也要出不少错误 因为咱们的这个提示字符号 这些都在这里边 我们只能一个一个来手动来处理一下这个个图的问题了 都全考过来 但是我先前是一部分一部分考的 你全考过来就要有重复的 对不对 那就行 我那里边我那里边考的时候是直接原本使用没有改过什么东西吧 只要没改过就行了 这样子符原原本本的一点也不变得往里边考 应该不会出啥问题 我就怕咱们这里边弄了一些比较特殊的字符号 改过什么东西呢 算了 算了咱们先直观考过来 有问题再到时候再装 那 应该是一部分一样的 那就直接卡过来就 省得费事 要不然挪一些挺无疑的 然后挪半天 到头上了 哪儿啊 哦 这两个可能已经用字符发生了改变吧 TV top title 这两个我们先单独复制一下 因为本来咱们这个字符其实还是有一些约定 但是在这里边又不能全部人的手工从命运一段 搞的没办法 咱们自己在做的时候就把它规范一下 自己弄一个比较好的这个约定 比较容易区分的这种字符命运的约定 我们先把它撤回去 先把它两个字符去找到 只能这样 基本是人员名称 在这里边变成什么 应该有人员名称的印象吧 没 过了 过了吗 没吧 过了 过了 中间 你别动了 中间 中间 哦 炸 行 咱们这是记录下来替换掉它 还是用我先前的约定算 然后top title呢 top title先前叫什么 这改成什么 activity慢态度吗 这个改成什么 这个改成什么 行 那就这样吧 这样的话咱们再去换 这个就可以向前了 然后在这里边咱们就手动的把它替换一下 这个是activity慢态度 这个吧 然后另外一个是在哪里呢 另外一个是在哪里呢 这样的话咱们这个布局算是基本上就是这样 因为看着它挺复杂对吧 其实你布局玩熟了之后 也就那样 所以说你只要有这个整体的概念 把它一个很复杂的这个 对 很复杂的一个布局 上来先干什么 先拆分 拆分成一块一块的 然后再一个一个逐步细化 这样的话不管多复杂的这个布局 你很快就能做出来 只要有这个拆分的这个概念就行 然后呢 我们就来实现这个 又开始后台了吧 这个 还是数据库这一块 一个一个一个往里边放吧 我们试图先把这个 这个 先把这个 社交给烤进来 对他被 这个给烤进来 沾 进来呢 一些东西 所以还是要给他改一下 这个可以引用一下 这个 Payout 这个实体类 也要弄进来 然后呢 实体类这个引用 这个就没什么好解释了吧 还是咱们约定好了 老三样 登山改查 完事 这个底层封的就比较稳定 但是这个 茶呢 这一点我们要注意一下 我这个茶用的就不是那个什么了 对吧 我的茶用的是一个 仕途 为什么要用一个仕途呢 因为咱们先看一下咱们这个表的设计 你就知道了 因为这个仕途这个东西啊 你在做的有这种外见关联或者什么的时候 必须要用 你不说如果不用 这就 有问题了 我们来看一下 为什么要用这个仕途 看我们的这个实体类 这个实体类我们可以看到 比如说 他选了这个账本 对吧 我们存的是个什么 存的是个什么 看到没有 如果是你存的话 你要怎么 你设计这个表 你要存的话 要保存那些数据 你就可以怎么存 对 比如说你先有账本这些数据 直接往里边 Stream 存进去吗 但是有个问题啊 你现在你存个账本名称 你比如说按照北京出差 你直接存进去了 万一哪天 那是北京出差改了 人家这个账本名字 人家录错了 人家录了